中轴对称的组合方式 宫殿 寺庙 祠堂 会馆 书院 邻居住宅都是有轴线的 都是有轴线的 在一条轴线上面众生发展 自由式的平面组合 一般就在园林中间 在园林中间比较多 而园林中间的话 它又也有一部分的轴线对称的组合 然后还有其他的 就是自由式的组合了 尤其像皇家园林 北京典型的颐和园 北海 中南海 成德 避暑山庄 都是这种一大片皇家园林中间 根据山水地形 建筑自由的布局 但是它有局部的位置 也是中轴对称的 中轴对称的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中国建筑的平面布局 自由式组合中轴对称的 严谨的布局 两种组合方式 两种组合方式 我们可以看点图片 这是北京故宫 这个完整的这个轴线 是吧 一条轴线 前面我们看到的 这个就是天安门 天安门后面就是端门 端门后面就是五门 五门后面就是太和门 太和门后面就是这个 三大殿 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再往后面 就过这个乾清门 后面就是乾清宫 昆宁宫 在后花园 直到最后面的这个 故宫的后门 神武门 神武门出去 出去后面的话是景山 景山在中轴线上 对着这个故宫的这个中轴线 那边是北海 这边是中海 再下来是南海 就是所谓中南海 中南海 那么呢 这一条主轴线的这个对称的 非常的严谨 非常严谨 这个是轴线布局的方式 是吧 我们再看这一张照片 这个是云南丽江 云南丽江中间有一个王府 叫做木府 木头的木 因为丽江是少数民族地区 就是纳西族的地区 是吧 他的这个王 少数民族这个王 土司王 新木 木府 这个木府呢 实际上也就是云南 就是丽江城中间的这个一个宫殿 他是这里的统治者 统治者 这个也就是这个木府的这个 一条类似于皇宫一样的中轴线 当然没有北京的故宫那么的气派 是吧 这也一条很完整的轴线布局 是吧 我们再看看这个庙宇也一样的 这个是山东曲户的孔庙 即孔子的这个庙宇 当然我们后面会要专门讲到 我们庙和孔庙 是吧 这个我们就是呢 一个例子呢 也是非常完整的这个中轴线 中轴对称 是吧 非常严谨 非常严谨 这就是呢 我们说的这个轴线布局的方式 轴线布局的方式 那么这种轴线布局呢 它往往有一个规则 就是有一条最重要的轴线 中轴线为主 就往众生的发展 就是建筑庭院 建筑庭院 是吧 又建筑又庭院 这么一道一道地往里面发展 而中国的古代的这个建筑群啊 往往那一个镜啊 它是代表一种身份的等级 镜数越多 那那个建筑呢 它就呢 这个建筑的主人啊 它的身份地位就越高 越高 平常要是老百姓家的这个住宅啊 或者是这个什么的 你说他们家是三镜 他们家有四镜 他们家有五镜 是吧 那么呢 这种镜数往众生发展呢 它有一个 中国建筑的特有的一种气氛 就是 我们说平常有这个文学中间形容啊 就是说庭院深深啊 说豪门深思海啊 就是呢 形容这种一镜一镜的庭院 往众生发展的时候呢 它造成一种这个神秘感 造成一种神秘感 这个就会 让人感觉到 平常那种深远啊 很深啊 就这个深不可测啊 你就感觉到 比方说我们有时候 站在天安门外面 朝这个故宫里面看的时候 从那个门洞里面 一镜一镜地往里面去看 你就感觉到这个 宫殿里面的这个 这种神秘性 这种神秘性 也是它的威严性 所以中国建筑呢 这种众生的体 众生感呢 它就靠这个来形成 当然一条中轴线的旁边 还有横轴线 那么呢 可能往这个方向 往那个方向的发展 这种在民居住宅中间 是最多的 是最多的 中轴的方向在横轴 在横轴 因为呢 这种布局方式啊 它经常就是什么呢 这个民居住宅 它一个家族的这个象征 中国古代的那种民居住宅啊 它经常就是一个家族 大家族的聚居 住在一起 而这个家族中间的话呢 它有可能呢 就是随着这个子孙的繁衍啊 它就分支 一个家族分一支出来 是吧 这个分支中间又分支 又分支 这就像是什么呢 就像那个树枝一样的 就像树枝一样的 这种尤其在南方的民居住宅中间 这种情况很多 这种情况很多 是吧 那么我们看这个铜线中间 你看 这一种布局方式呢 也是呢 就是它是分几路 一个是一个纵轴线往横 再分横轴线 还有的呢 可能是并列的几条轴线 并列几条重轴线 这种呢 一条轴线就叫做一路 道路的路 一路 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 你比方说 我们在长沙看到的 月落书院 它就是两路 书院是一条轴线 一路 旁边的文庙 又是一条轴线 又一路 这个呢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 这个民居住宅中间的 这种布局的方式 和寺庙 祠堂 宫殿 书院等等 各类的这个住宅 布局的有所不同的地方 一般民居呢 比较少有几路纵向的这个布局 当然有那些特别大的 你像这个 像山西那些个晋商的 什么乔家大院 王家大院 渠家大院 那种 它也就是有好多路 轴线的布局 一般的呢 那就没有多少路了 是吧 你像北京的四合院 常见的 就是一路 那一路 然后南方的民居住宅呢 它可能呢 一路中轴线 再几路 再几个横向的这个横轴线 这个是 这个不同的这个 布局方式 你看 这个是庭院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北京 最常见的北京的四合院 这个里面的这个场景 是吧 这个是在轴线上面的 这个一个庭院 轴线上面的一个庭院 那这又是 也是北京的一个四合院 中间的这个场景 南方的这个院落就不一样 南方叫做天井院 天井就比较小 四合院和天井院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北京的四合院 或者说北方的四合院吧 都 庭院比较开阔 比较开阔 它可以中间 庭院里面中间呢 这个 种着植物 摆着石桌石凳 人可以在里面活动 人可以在里面活动 南方的这个天井院呢 就中间又不摆东西 人也不会去 不在里面活动 所以呢天井院就比较小 它就是四面的那个 建筑啊 维合起来能露出一个小小的空间 四面朝这个中间排水 朝里面排水 那么呢 这个中间人是不去活动的 这就是天井院的特点 南方的天井院 我们后面再讲到地方特点之后 还会讲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是明居住宅中间的这个轴线布局 一条中轴线往众生的发展 看到没有 这是大门 二门 一道一道的唐屋天井 唐屋天井 往众生发展进去 往众生发展进去 这个是南方的这个住宅的这个布局方式 这个呢 就是湖南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古村落 张古英村 张古英村 它的这个轴线布局 你看 这是主轴线 当大门进来一条主轴线往众生发展 旁边呢 就是横轴线 横轴线 而这个呢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家族繁衍的这个象征 一条轴线就是相当于这个家族的一个组织分支 然后呢 在一个分支中间又分支 横一条横一条 这么 所以我当年总结这个张古英的这个布局方式呢 就是我叫它峰字形的结构 丰收的峰啊 一纵几横 当然可能是三横 也可能是两横 也可能是四横 不一定 但是总而言之呢 是一纵几横 或者说峰字形的结构 或者说王字形的结构 都一样的一条主轴线 几条横轴线 那几条横轴线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是南方的这种家族聚居的这种住宅 最典型的布局方式 你像张古英村 它是一个人发展起来的 就叫做张古英 元朝末年 明朝初年 这个张古英呢 从江西迁到湖南 岳阳这个地方 就在这里定居 子孙繁衍 到今天已经是第二十八代 可能二十九代了 将近三十代人了 在这个地方发展 那么呢 子子孙孙都在这一个村子里面发展 他这个家族啊 就是一直一直地那么分出来 所以呢 这个张古英村呢 它就好多个这样的风制 这个组团 每一个组团就是一条纵轴线 几条横轴线 这一支分出去又一条纵轴线 几条横轴线 那一个支分出去又是一条纵轴线 几条横轴线 就是这样 整个多少个风制的这个组团就组成了 整个这一个村落 这种布局方式呢 就是中国的这种建筑的这个平面的结构啊 跟这个家族的这个结构啊 它非常好的一个吻合 非常好的一个吻合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平面布局的一种方式 你看 这个还是张古英村间的一个组团 是吧 这个地方是叫做这个上兴屋 张古英中间的上兴屋 一条纵轴线 一边两条横轴线 是吧 这个是张古英中间的这个王家段 是吧 一条纵轴线 旁边两三条横轴线 三条横轴线 这里呢 这个横轴线 这边又横轴线 那又横轴线 所以很有意思 就像那个树枝 一枝分出去 又分枝 分枝上面又分枝 这种方式 那这个就是我们从 山顶上面的鸟 看这个张古英村的这个屋顶 是吧 底下那个就是天井 就是我们说的南方的天井 是吧 纵向的横向的 是吧 非常的清楚 这个是在湖南的中部的连园 的地方 这个 这类的这个大屋 很多 这类的大屋很多 都是我们看的 纵轴线 横轴线 横轴线 非常的清楚 是吧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都是我们当时实测的一些 这个南方的这些民居住宅 这个布局方式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需要这种大广场的情况下 大规模的这个庭院 大规模的庭院 这种布局方式 它还体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说 庭院中间这个主次 建筑里面的主次 我们中国的这个建筑 我刚才说到平面的组合的时候 一个建筑群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社会 就是一个小社会 宫殿也好 寺庙也好 祠堂会馆也好 书院也好 民居住宅也好 一个建筑群就是一个社会 这个社会里面当然就是有一个头 所以它的建筑也是有主有次 比方说宫殿 宫殿作为一个建筑群 它表达的是一个皇家的这个社会 皇家社会当然就是 这中间最大的就是皇帝 就是皇帝 那么这一个建筑群中间来说的话 最重要的当然也就是皇帝 上大朝的那个殿堂 你像北京故宫 最重要的建筑就是太和殿 皇帝上大朝的这个殿堂 它是整个这个建筑群的中心 所有的其他的建筑呢 体量也比它小 规模比它小 布局也在它的周边 那么围绕它这个中心 你就是佛教 宗教它也是一样的 佛教它就是一个社会 这个社会 这个寺庙佛教的寺庙呢 它就象征着这个佛教的这个社会 那么这个佛教这个社会中间呢 最大的人是谁啊 当然就是如来佛 大佛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寺庙的布局来看的话呢 也是呢 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建筑呢 就是这个如来佛所在的 大雄宝殿 所以我们去看所有的寺庙 最重要的中心建筑 就是这个大雄宝殿 它的体量也最大 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 其他的这个观音菩萨 文殊菩萨 明乐佛等等等等 都围绕在他的周边 体量也比他小 地位位置也比他次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 你哪怕就是家族中间 也是一样的 民居住宅中间 也有一个这个家长 是吧 家长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老太爷 是吧 他就住正房 那儿子孙子辈呢 就住旁边的乡房耳房等等 这些次要的建筑 体量也比他小 位置也比他次 围绕在他周边 所以中国的古代建筑 它一个建筑群 就是一个小社会 而这个社会 就是一个人的社会的一个象征 人的一个社会的象征 所以呢 建筑群的这个布局 它有主有次 有中心庭院 有次要的庭院 有中心的建筑 也有次要的建筑 你看 这个就是民居的 这个院落的这个布局方式 是吧 民居院落的布局方式 相对来说就比较自由一些 比较自由一些 它也比较小 比较亲切 它就不像宫殿那么宏伟 那么宏伟 这个我们下面就可以看一些 这个布局的这个组合方式 你看这个就是北京颐和园 在这个主体区域的这个布局方式 这是万寿山 万寿山 万寿山上面最重要的那个建筑 就是我们平常都看到的那个八角船间的那个宝顶 佛香阁 佛香阁就在这里 佛香阁前面是排云殿 这一组这个建筑群 非常严谨的中轴对称 就对着前面的昆明湖 对着前面的昆明湖 然后旁边也还有一些 这个庭院组合 这个也有一些轴线对称 其他的地方就是自由组合了 自由布局了 自由布局 为什么这个皇家园林中间 它会有那么多的这个轴线布局 类似于宫殿一样 就是因为皇家园林 经常皇帝们要住在这个园林中间 长时间的住 他一住的时候 那你就不能够说皇帝住在园林里面 就不处理朝政了 他还要处理朝政 那么就是在这个中间 他还要有少部分的这种 这个轴线对称的这个布局 那么就是皇帝住在这个中间 他还要体现他的威严 在这里他还要朝会 这个朝廷的官员 你到这里来汇报工作 来提交奏折 是吧 那么皇帝就是这里 也要有一个小规模的 这个类似于朝廷一样的 这种轴线布局的这个建筑 轴线布局的建筑 所以像皇家园林中间的这种地方 就尝试皇帝住在这里来处理朝政的 所以他有相当多的这个 你像这个颐和园中间的秦政殿 这一块 曾经就是什么慈禧太后处理朝政的地方 处理朝政的地方 那么他又在这里呢 要接受这个五五百官来递交奏折 在这里 所以他有整体的园林的自由布局的情况下 少部分地方的这个轴线布局 是吧 很清楚 那你看 这个就是佛香阁 后面是智慧海 前面就是排云殿 是吧 这一组建筑 一条完整的这个轴线 朝着前面的昆明湖 朝着前面的昆明湖 那这是北京的北海 今天叫北海公园 过去就是皇家园林 这北海的那个白塔 前面也是一组宫殿建筑 非常完整的这个轴线 朝着前面 其他的地方的园林呢 那就是完全的自由布局了 尤其是江南的私家园林 这种情况呢 就是最典型 最典型 也有一些北方的皇家园林中间 那些次要的地方 它也是呢 这种自由的布局 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 一和园中间的这个那些巨园 北京的一和园 北海中南海 承德避暑山庄 里面都有好多的这个小园林 大园林中间还有小园林 叫做园中之园 这些地方呢 它往往是呢 模仿这种江南私家园林的这个特点 所以布局非常的自由 这个我们看这个 北京一和园中间的这个邪区园 就是这样的 非常自由的布局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上海的御园 那么江南的私家园林 就更加是这个自由式布局了 非常的美 这个是无锡的季昌园 无锡季昌园 也是呢 很著名的一个江南私家园林 好 这个呢 平面布局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 讲这么多 我看这个呢 感谢观看